有你幸福 梦中花端尽足 好幸福 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主持人 那感恩各位现场的来宾 以及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画面 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品真 那非常感谢今天的主持人家瑜 邀请我来台中教室分享 那其实每一次的分享 对于品真而言都是意义重大的 因为每分享一次就代表着 品真又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然后得到了天地一个又一个的礼物 那之前品真也曾经分享过很多次 包括我的忧郁症 还有我这个先生的外遇的问题 那还有儿子打电动的问题 还有他们父子不合的问题 那还有在导师的大型的心访课程当中 看见我过世的母亲等等的之类的一个又一个礼物 那以上的这些的问题都透过导师 所教的种种的方法得到了解决 所以非常的感恩导师所交导给我的一切 然后也很感恩可以有这个机缘跟福分 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 那今天给这样分享的就是健康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我有一个二十几年的一个健康问题哦 除了忧郁症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缠绕了我二十几年的一个 慢性咳嗽的问题 那这个咳嗽呢是从我 起因是我的那个鼻子过敏 然后呢引发了鼻涕倒流 然后呢就引发了这个咳嗽 那因为一直都没有好 所以呢长期下来他就是一个慢性的咳嗽 那已经很久了 就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只有这个年纪啊越来越大 这咳嗽的问题呢就越来越严重 那常常啊 这还没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 常常都会渴到啊 半夜睡不着 那尤其是换季的时候 还有冬天的时候 其实呢就是几乎每天都在渴 然后有事没事呢 就会突然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 那明明自己没有感冒 可是呢每次在外面咳嗽呢 就会人家就会觉得我好像感冒 然后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咳嗽又很难控制 有一句 我记得好像有个哲学家 忘记是谁了 他说呢 咳嗽跟谈恋爱一样 都是 都是无法控制的 对 所以呢 真的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克制住自己不要咳嗽 真的很难哦 那这个慢性咳嗽呢 对我的生活呢 其实真的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一开始啊 就是凭真接触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呢 我也常常在做心法的时候 我咳到 上气不接下气 就是心法突然做到一半 就一直狂咳 然后呢 心法就被破中断了 那当然我也有一开始 我也有针对这个咳嗽的问题啊 在做忏悔 可是可能当当时刚接触 所以呢 还没有抓到这个诀窍 然后呢 也或许是没有忏悔到重点 所以一开始呢 的效果呢 不是非常的明显 时好时坏 就是有时候好像有比较好 有时候呢 又好像突然疯狂大爆发这样子 但是呢 凭真还是有持续的在针对咳嗽做忏悔 那一直到啊 凭真开始做的导师呢 所教的这个咖啡排毒之后啊 这就发现说 这导师的咖啡排毒真的很奇妙哦 那一开始我的起心动念 也我也没有特别想要针对咳嗽啦 因为我也不知道咖啡排毒可以改善咳嗽嘛 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说啊 导师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 那个肠子的毒素清一清 所以呢 凭真就尝试着做咖啡排毒 那做完之后呢 觉得非常的 亲为天人 因为呢 就发现所谓咖啡排毒 他不仅是 做完之后 不仅是眼睛觉得变得瞬间变得很明亮 然后呢 他的肩膀就变得很轻松 然后呢 就是走路也变得很轻 然后呢 就整个心情也变得很好 然后呢 做了几次之后呢 我就发现说 哎 我咳嗽竟然好了 就是不会咳嗽了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 然后呢 就常常去分享 然后也就常在经营会上面跟大家分享 那分享了几次之后呢 我又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咳嗽呢 他怎么又又跑回来了 那又开始这个重蹈覆车之后 我就开始去反求助己 就在想 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一直不断的针对这件事情呢 去抽丝剥茧找原因 然后可能就发现说 或许是自己在分享的时候呢 没有做到这个深度的感恩 还有深度的谢天 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啊 有时候喜气太重 难免会有点 会有点得意 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 就有点给他忘醒了 然后忘了呢 这一切的礼物啊 都是来自于田地 然后来自于老师教导我这些的方法 那找到这个原因之后呢 我就自己做一个调整 然后呢 同时呢 也在忏悔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跟自己的咳嗽 喉咙的这个部分呢 做一个点对点的忏悔 因为我发现说 或许啊 自己在这个喉咙的部分啊 有一个 有许多的生生世世的这个负能量 并没有办法哦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让自己呢 就一次解决了 因为老师也说嘛 我们的负能量呢 并不是只有一个 那你真的就发现了 可能在自己身体的这个部位啊 或许呢 有有很多的不同的负能量呢 就是累积聚集在这边 所以呢 也是透过老师的这个心法呢 对我的 这喉咙过的负能量呢 做一个点对点的忏悔 那 忏悔了几次之后呢 有一次 老师呢 就有在工修课嘛 就有跟我们说 我们学员呢 说我们这个 可以用一些 可以煮一些的姜茶啊 然后来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力哦 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那秉珍呢就照做了 那做了之后呢 就发现说 哎 我的咳嗽呢 有好很多哦 大概好一半哦 但是还没有全好 那再过一阵子之后呢 就有一位超马家人 他就拿了一瓶这个柠檬原汁给我 那 当下呢 他们给我吃 我就突然有一个灵感 就想说哎 那我可以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的柠檬原汁在我的姜茶里面 那我就照做 那大概哦 这个这样做之后呢 大概喝了三次 我就发现呢 我的咳嗽呢 完完全全好了 然后之前也常常会有喊卡在喉咙 也好了 完完全全都没有了 那当下呢 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感恩 因为啊 姜茶我从以前就常喝了 然后柠檬汁 其实我从以前我也蛮常喝的 那柠檬汁加姜茶呢 更是很常喝 可是在之前喝的时候呢 对于我自己的咳嗽呢 并没有丝毫的这个改善的效果 但是呢 却可以在这一次透过导师的心法 然后咖啡排毒 然后还有导师手教这些方法呢 哎 做跟以前一样的事情哦 那竟然呢 就把我这20节的咳嗽呢 都可以解决掉了 那从此呢 我的生活呢 其实真的轻松很多耶 尤其是像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新冠疫情啊 还是这么严重的时候 如果我还像以前这样 可可不停 可能走到外面啊 大家都会吓死了 就是会对我敬而远之 所以呢 非常的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送给品真这个礼物 那品真呢 其实真的 我很感恩这个过程 因为呢 透过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觉得 对于天地 对于不能量呢 更加的谦卑 然后呢 也更加的体会到导师所说的 深度忏悔的一个重要性 那透过导师的这个心法啊 不只是解决了品真的这个 咳嗽的问题哦 在之前呢 我也因为忧郁症啊 有引起一连串的这个 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 比如说 这些症状现在都得到解决啊 像是 比如说这个胃食道逆流啊 然后还有半夜啊 睡不着觉啊 睡不着觉就是会胡思乱想啊 想东西西嘛 然后都会想一些 很雾面的 然后很阴暗的 然后呢 早上啊 起床啊 就有起床气啊 然后啊 还有这个很严重的 金钱症候群 这个金钱症候群啊 应该是只有女生才会知道的 男生 男生是体会不到的 这个金钱症候群 其实他严重到 是可以跟忧郁症一样严重的 就是你也是会有那种想要 想要伤害自己啊 或者是伤害别人的念头 可是啊 就是透过 超级生命密码导师呢 所教导的这些的方法 那不只是忧郁症好了 然后呢 品真咳嗽好了 那刚才呢 以上呢 所讲的这些的问题啊 这些的现象呢 也都慢慢的消失了 那品真非常感导师教导我们 全方位的身心里的富有之道 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啊 我们才能够 无后顾之忧的呢 去追求其他的东西 然后也透过这些的身体上的健康 慢慢的好转 就是品真的这个气色啊 看起来越来越好 然后就是以前朋友看到我来说说我的 好像他们就说我的脸看起来变得比较干净 可能以前 以前是不干净啊 我也不晓得 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脸上就是有一层灰灰的 对就是有一层负能量笼罩着整个脸 那现在呢 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法 都是导师所教的这些方法 那层笼罩在自己脸上的负能量那种病气啊 已经消失了 所以感恩导师 然后感恩天地 然后感恩能够有这个机会呢 能够运用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 改善了品真的这么多的问题 那今天呢 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